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又请朋友来府中饮酒 当一位叫卢梅的歌迹开口唱歌时 大家都闻到了一股无比美妙的莲香 竟胜过府中的满池莲花 大家很惊讶 问卢梅为何会口吐莲香 她说自己出生时便是如此 谁都不知是何原因 她从小家贫 父母为了糊口 只得把她迈进乐房 当了官妓 尝尽人生艰辛 听了卢梅的身世后 大家纷纷摇头叹息 其中一位僧人更是揭叹不已 她说 其实卢梅前世是为比丘尼 修行精进 读诵了整整三十年的法华经 可临终时因为一念之差 不幸堕落 此事才沦为官妓 有人听了哈哈大笑 说这怎么可能呢 人只活一辈子 哪有什么前生后世 有人说 高僧有宿命通 不会忘打狂语的 卢梅 你这一生中读过法华经吗 卢梅回答 身为官妓 哪有条件读佛经呢 欧阳秋令人取来法华经给她读 她居然读诵如流 好像已经读过无数遍 然后又取其他的经书给她读 她就完全读不下去了 这时大家才相信 僧人的话果然是真的 后来 北宋的王日修 将法华尼的故事 写进龙书净土文中 她说 法华尼实在太可惜了 如果她知道净土法门 用三十年的时间来念佛的话 早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何致沦落至此 与法华尼相比 崔婆子就幸运得多了 崔婆子也是宋朝人 在一个官宦人家当佣人 她生得粗手大脚 极其愚笨 连一句整话都说不清楚 每天只知道默默地干活 经常被人欺负 崔婆子的女主人是信佛的 喜欢研究禅血 每天在家里打坐餐禅 崔婆子也信佛 但她大字不识 每天只会一边干活 一边念佛 她战也念 坐也念 走也念 停也念 念佛对她来说 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崔婆子七十二岁那年 突然得了重病 不能下床了 但她却不以为意 念佛念得更勤快了 有一天 她突然在床上唱几歌来 西方一路好修行 上无条领下无坑 巨石不用拙鞋袜 脚踏莲花 步步生 然后告诉大家 十月初五 她就要往生了 到了那天 崔婆子当真就走了 大家将她火化之后 惊讶地发现 她的舌头仍然完好无损 而且像一朵 绽开的莲花一样 法华尼念了整整三十年的法华经 得到的果报 不过是来世口吐莲香而已 而崔婆子只凭这一句佛号 便能当生脚踏莲花 往生净土 在所有的修行方法中 念佛法门的功德利益 最大 最殊胜 法华尼修行的圣道法门 是南行道 如蚂蚁登山 解脱遥遥无期 崔婆子修行的念佛法门 是易行道 如风帆顺水 今生就能往生净土 你是想学崔婆子 还是法华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que ін江 钱 海ral